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首先我们来先看到国内 进博会进行到第二天 香港也有160间企业来参展了 那您觉得在上海召开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展会 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吗 首先我们都知道这次进口博览会的名字 也就非常有意义 以前我们知道召开的这些会议 都是进出口博览会 贸易交流会 那么这次搞一个进口会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展现中国这样一个姿态 那么因为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 美国有几个要求 一个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在关闭国门 更加封闭 第二个的话 是不是对外资企业有不一样 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政策 限制他们的进出 第三个的话 是不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没有做到位 那么有盗窃其他国家 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机避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最近也是都一一做出了应对 那本次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也是习近平亲自到场 也充分强调了这几点 那么第一点习近平也讲到了说 就是说希望能进一步放宽 资本进出中国的这样一个通道 放宽他们的进入限制 此外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那么第三个 中国也讲到说 加强对外经贸往来 继续扩大国门 那这个基本上是完全回应了 美国方面的要求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摆出了 一个非常明确的姿态 那么其次我们认为 这次中国搞这样一个进口博览会 也是因为中国当前贸易形势的错重复杂 那么经济增长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中国政府方面 也是希望通过在上海 搞这样一个活动来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 那么最后我们认为 就是说这也是中国对上海政策的 一个重大改变 因为上海最近这几年来 其实发展是非常滞后的 那么习近平也是希望 通过自贸区的进一步扩大 以及放宽一些新的政策 能促进上海的进一步发展 那从而以上海为龙头 带动这个长江三角洲地区 那么能进一步促进中国全面经济的 这样一个稳定增长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进口博览会的意义 还是相当重大的 另外我们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昨天展会开幕式的时候 是宣布了多项重大政策 那么其中也是包括商交所推出科创版 那您觉得这个科创版背后有何深意呢 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那么其实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解读都有 那么好的方面来讲的话 您确实就是说我们习近平 或者说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意图 是通过推出这个科创版 来进一步促进科技和创新 因为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 科技才是提高生产力的 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要素 那么希望能促进这个中国的科学创新企业 以及初创企业呢 能更好的得到融资 更好的得到发展 在中国呢能够迅速成长 推动中国经济的这个稳健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认识到 就是说坏的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中国市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中小版 深圳有创业版 那么之前有推到新三版 那么说明呢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红利呢 已经被一用再用 那么其实中国政府的这个效率一直是很高的 那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所以说呢 这中国政府推出了种种政策来看的话呢 其实说很多政策红利呢 已经在市场上进行实施了 那为什么没取到效果呢 这个是应该一个反思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推出更多的政策红利 那我们昨天也看到呢 在深圳的这些创业版的股票跌得比较快 因为很多这个股票呢 以前还有一个壳的炒作这个壳的价值 那么一旦实行了注册制 企业能更方便的上市之后呢 这些企业的这个壳的价值也没有了 那么现在估值又很高 所以说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那么我觉得政府方面应该更加反思的是一个 就是说为什么之前这个科 就是创业版 中小版 新三版 都没有起到一个应有的这样一个效果 而且很多企业我们看到的是说 上市之前呢这个业绩很好 一上市之后呢业绩就暴跌 那股价上市冲高之后呢 也是连连不绝地下跌 因为很多企业呢 实际上是有上市圈钱的这样一个嫌疑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更加考虑到的是 如何塑造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创新 支持创新企业 支持企业 支持科技企业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能打造一批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 来让他们上市 而不是说进一步来搞一些政策刺激 希望能扩大企业上市的这个通道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政府深思的一个问题 具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科上版的实施呢 还要经过论证啊 以及系统的这个设计啊 系统的实施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觉得最少也要到2019年年底才会实现 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更加应该考虑的是 如何塑造这样一个环境 能真正促进这个科上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把目光放回到国际方面吧 美国的中期选举 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拉票的冲刺阶段 那么各方也是非常期待他这个选举的结果 虽然也是有很多的预测吧 但毕竟还是没有出来到最后的一个选举结果嘛 那您觉得说这个选举啊 对于资本市场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这个选举呢 我们认为呢就是现在这个民调调查呢 也是非常清晰 那根据这个民调的调查来讲的话呢 参议院呢很有可能是说 仍然控制在共和党的手中 而众议院呢可能会被民主党取得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对资本市场冲击呢 应该是相当小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资本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第二个呢就是虽然说之前呢 共和党是控制着这个参众两院 但实际上因为特朗普的这个特例独行呢 共和党内部呢也有相当多的矛盾 所以说呢很多政策方面的实施 也不是非常的顺利 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民主党能控制一个众议院 共和党控制一个参议院 虽然说大家可能有更多的争执 但可能共和党会更加的团结 所以总体来讲那个对特朗普来讲的影响并不大 那么这次中期选举 我们看到的迹象呢是说 现在美国这个参选的投票率非常高 那么很多人呢都是提前赶到了投票点进行投票 那么呢也充分说明了说 美国现在这个美国人选民当中的 这个意见的这个冲突也非常大 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年轻女性呢 以及这些拉丁语族的人呢 是普遍支持民主党 而一些呢支持美国优先呢 支持一些传统的白人呢 是更多支持的共和党 这双方的矛盾还是非常非常尖锐 那么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呢 可能性就是说 如果说民主党同时控制了这个参众两院的话 那么这对特朗普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 那么可能会引起资本市场的比较大的波动 那这是因为呢 就是首先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呢 就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个有这个通俄门呢 有一些不正当的这个封这个 一些四面消息的口啊 另外包括说现在上台之后的这些出位的言行呢 可能都会被那个民主党一一拿出来进行清算 那么甚至比较激进的民主党人士呢 也提出将来要弹劾总统 所以说如果说就是说参众两院 都被民主党来控制的话呢 那我们认为资本市场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那么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呢 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那么有这个民调机构 或者说这个官方赌博机构的预测呢 大概概率在10%到15%左右 那么这样一个机会呢 我们认为是很难出现的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对这个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就中期选举结果来看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对资本市场影响更大的是说 对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有讲到说 特朗普一定会放出一些消息来 讲到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得到缓解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多次讲到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周呢 特朗普的这个语调也变化很多 讲到和中国可能会达生一些协议 可能会减缓这个摩擦 贸易摩擦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我们认为呢 实际上这只是一些权宜之计 那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的话呢 双方可能还要重新进行一些 非常艰苦的这样一些谈判 摩擦可能真好 可能还会层出不穷 我们认为呢 真正的达到一些协议的话 可能要等到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 才会出现一些结果 所以翻过来讲的话 中期选举呢 尘埃落定之后的话呢 可能中美贸易摩擦了 又会被重新提倡一提 带来不必要的波动 今天非常感谢Michael 来给我们做这么详尽的解读 谢谢Michael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聊